自治区級非為傳承人 奴爾棟司馬爾的家 正在上演一場原生態大型舞蹈 新和蔡大舞 活潑的舞姿 優揚的樂曲 吸引了這群青年紛紛拿起相機拍攝 他們是來自Great灣區 青年影視訓練營的成員 訓練營由廣東財經大學 澳門科技大學 和香港嶺南大學 三所高校的二十多名師生組成 他們今次參加 讀董中國新青年看中國活動 去到新疆瓦克蘇地區 進行採訪拍攝 是新和苑的這間農業公司 師生深入了解了甲養殖產業的發展情況 先進的養殖技術 先進的養殖技術 科學的管理辦法 和嚴格的品質把控 令大家印象深刻 它促進了當地的就業發展 讓更多人能夠獲得工作的機會 推動了新疆當地的發展 第二站他們去到沙啞院 參觀了一間智能農機公司 了解農業高校節水的秘訣 學生還走入棉田 和棉農進行深入交流 見識了新疆棉花、種、彩、修的 科學化、機械化和規模化水平 第一次來到這種現代化的農業基地 進行參觀 然後也讓我很直觀地去感受到 當地的棉花企業的現代化發展 非常迅猛 在這個防沙自沙基地 整片的梳梳、白翅等等的植物 密布在沙地之上 令曾經荒蕪的沙海 緩發出勃勃生機 近年來 沙啞院利用光復加生態治理的模式 極大地改善了當地的生態環境 在一個星期內 創作團隊以人民歷史、美食美景、生態治理等領域作為創作方向 用鏡頭記錄新疆的高質量發展 這次的年營活動 令大灣區的青年學子深入了解了新疆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 更加對國家的發展有了更全面的認知 然而言,請參考給大家聽說